各位弟兄姐妹平安 我们非常高兴 我在幕会四十多年 这是第一次 我们可以透过网路 我们跟大家一起在神的面前 还有弟兄姐妹 我们一起同心来敬拜神 今天我所要讲的题目是 关于耶稣基督复活的事情 尤其是如果耶稣基督没有复活 那我们这个世界会变成什么样子呢 如果耶稣基督没有复活 所以最近这个礼拜 我们大部分都在家里 因为我们要安静我们自己 因为疫情瘟疫的事情 让我们有很多的机会安静 在神的面前 我们透过神的话 我们要让圣灵来安慰 激励我们来面对这个困境 所以我看到了一篇文章 这篇文章是关于宗教改革 这个马丁路德 他在宗教改革 这个纪念宗教改革的日子十年以后 在1527年到1529年 他写了一首诗 这首圣诗可以说是安慰人的圣诗 而且这首圣诗也可以会变成 德国人的国歌 这个情况是在什么之下呢 这个情况是在欧洲大概在100多年以前 有一个黑死病已经夺去了三分之一人的生命 但是这个黑死病又卷土重来 所以在1527 1529年的时候 马丁路德 他在内外交迫 他甚至于在瘟疫横行的时候 他自己和他的妻子 还有他的几个孩子 都被感染了 甚至于他的一个五个月才出生的一个女儿 也因为这个疫情而去世 所以当他从四篇四十六篇 第一节得到上帝的安慰以后 他就感动的写了这首诗诗 这首诗诗就是 上帝是我们的避难所 上帝是我们的能力 就是A mighty fortress is our Lord 这一位全能的上帝 不但是我们的避难所 不但是我们的安慰者 他甚至于从我们心里的力量 可以杠杠起来 所以这首歌一共有四节 第一节 他是这样子讲的 上主是我坚固保障 是我的山寨和避难所 若苦海好像汪洋 但是主为救星 事无生门 我仍然有希望 虽然有凶恶的重体 攻击我们不留余地 对我们仇恨又刺苦 而且他常用狡猾来引诱 但我得到救主 做我的元帅 第四节 最后一节 他是这样子讲的 主言有权 高过万亡 上帝的话 有权 高过万亡 世上的帝王不能够 于救助上帝 但是圣灵的恩赐 是全被可信 将于在我们的身上 是何等的奇迹奇妙 名利会失去 任其失去 生命我也无虑 身家虽然失散 上帝的话 主道必兴旺 救主之国 耶稣基督的国度 祂要存到永永远远 阿们 这首诗歌 在我们 瘟疫疫情发展的这个诗歌 尤其在美国 对我们是一个极大的安慰 所以各位弟兄姐妹 我今天的题目就是 如果耶稣基督没有复活 这个是从 哥林多前书第十五章 讲到耶稣基督 为什么复活 耶稣基督复活以后 那我们以后的身体是什么样的形状 都是在哥林多前书四五章 所写的 尤其是哥林多前书 第十五章 二十九节 我们一起来看神的话 哥林多前书十五章 哥林多前书十五章 各位弟兄姐妹 各位弟兄姐妹 我们一起来听使徒保罗 在新月哥林多前书十五章 他所说的话 十五章第一节 弟兄们啊 我如今把先前所传给你们的福音 我告诉你们知道 这个福音 你们也领受了 又靠着战利得住 并且你们若不是突然相信 能以此所我所传给你们的 就必因这个福音得救 我当日所领受 又传给你们的 第一 就是基督照着圣经所说 为我们的罪死了 就是耶稣基督照圣经所说 为我们的罪死了 而且埋葬了 又照圣经所说 第三天复活了 并且显给基法看 就是彼得看 然后显给十二个使徒看 后来一时显给五百多弟兄看 其中一大半 到如今还在 却有的已经离 已经睡了 以后显给雅各看 再显给众使徒看 末了 使徒把罗说 也显给我看 我如同未到产期的人一般 我原是使徒中最小的 不配称为使徒 因为我从前是 逼迫上帝的教会 然而 我今日成了何等的人 是蒙神的恩才成的 并且他所赐我的恩 不是突然的 我比众使徒格外劳苦 这缘不是我 乃是神的恩 与我同在 不计是我 是众使徒 我们如此传 你们也如此信了 哥伦多前书 十五章十二节 基团基督从死里复活 怎么在你们中间 有人说没有死人复活的事呢 如果没有死人复活的事 那基督也就没有复活了 如果耶稣基督没有复活 那我们所传的便是枉然 你们所信的也是枉然 并且明显 我们是为神望作见证 因我们见证神 是叫耶稣基督复活了 若死人真不复活 神也就没有叫基督复活 因为死人若不复活 基督也就没有复活 基督如果没有复活 那你们的信便是突然 你们仍在罪里 就是在耶稣基督里睡了的人 也灭亡了 我们如果靠基督 只在今生有指望 就算比众人更可怜 各位弟兄姐妹 如果耶稣基督没有复活 我们仍然活在罪中 如果耶稣基督没有复活 我们仍然活在罪中 在希伯来书 曾经告诉我们 按照御法 凡物差不多都是用血来解净 若不流血 罪就不得赦免 各位弟兄姐妹 人的罪 没有办法用我们自己的良心 用我们自己的道德 用我们自己的读书 可以把罪洗净 只有靠着耶稣基督的宝血 可以洗净我们一切罪灭 让我们重新 人与神可以和好 第二点 如果耶稣基督没有复活 就像使徒保罗说的 我们就是吃吃喝喝 因为明天就要死了 今天的诗戒 一切的事情 都是有一个盼望 所以刚才马丁路德 所做的那首诗歌 耶稣基督是我们的坚固保障 是我们患然中的避难所 所以马丁路德 他曾经讲的一句话 我们人类一切的希望 都是在这个盼望当中来完成的 第三 如果耶稣基督没有复活 那么人类的历史 就很难记载 有系统的 来记载 人类的历史 因为耶稣基督的降生 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界上 是成了人类历史的一个分界线 耶稣基督降生以前 叫做BC 就是before Christ 在耶稣降生以前的日子 耶稣降生以后的日子 叫做AD AD在拉丁文的意思 就是after date 就是主耶稣降生以后的2020年 就是今天 3月22号 主后2020年礼拜天 这就是AD 所以如果耶稣基督没有复活 那么人类的历史 没有办法 有一个很明确的界定 耶稣降生以前 叫做BC 有一个永生的盼望 所以我们中国人就说 人死如灯灭 一死白了 人活在世上 毫无永恒的盼望 更可悲的 如果耶稣基督没有从死里复活 那么耶稣基督跟在这个世上 我们基督教跟其他的宗教便没有无意之处 也没有任何的希望来带给今天的人类 各位弟兄姐妹 耶稣曾经讲了一句话 他曾经预言说 他要从死里复活 耶稣说这个话的时候 是指着他的身体做的 因为他的身体为神的殿 所以在约翰福音的时候 耶稣说 你们如果把这个圣殿 耶路撒冷的圣殿拆掉 我三日之内要重建这个圣殿 那耶稣是以他的身体为神的殿 所以在哥伦多全书的第六章 都特别提到 我们的身体就是神的殿 我们的身体 也就是上帝的圣灵所居住的地方 而且圣灵是从神那里来的圣灵 居住在我们的身体 所以我们的身体是圣灵居住的殿 所以我们可以用身体来荣耀神 最后第五点 如果死人总不复活 那么因何为死人受洗呢 在圣经里面有一个最困难所解释的地方 就是在哥林多前书的十五章 哥林多前书的十五章 二十八节跟二十九节 二十八节 二十七节 因为圣经上说 神叫万物都扶在上帝的脚下 既说万物都扶了他 明显那叫万物扶他的不在其内 万物既扶了他 那时子也要自己扶 那叫万物扶他的 叫上帝在万物之上为万物之主 二十九节 不然那些为死人受洗的将来怎么样呢 我们又何应时刻冒险呢 各位弟兄姐妹 这句话是在《小有新约圣经》里面 最难解释的一句话 不是说人死了以后 他还有机会来相信耶稣基督 他还可以被拯救 为死人受洗的意义 有不同的解释 但是一个最好的解释 我们是可以这样子讲 就是照着圣经上的话 我们一相信耶稣基督以后 我们一悔改了以后 那我们人会死 但是死人若不复活 那我们受洗就没有意义 就好像水洗一样 另外一节圣经 是在彼得前书第三章 十八节到二十二节 有一次 有一位神学院的老师 问我这句话 然后他问我说 两弟兄 你怎么样来解释 这一节圣经 就是彼得前书第三章 第十八节 我们一起来听神的话 彼得前书第一章十八节 使徒彼得说 他借着这个灵 耶稣基督借着这个灵 曾去传道给那些 在监狱里的灵听 第二十节 就是那些从前 在挪亚预备方舟 上帝容忍等待的人 不信从的人 当时进入方针的 方舟的 借着水得救的 不过只有八个人 这个水所表明的洗礼 现在借着耶稣基督的复活 也拯救里面 这个洗礼本不在乎 除掉肉体的污秽 只在乎在神的面前 有无愧的良性 耶稣基督死了以后 在阴间三天以后 从死里复活 他曾经在这三天 他到了监狱的灵 去传福音吗 不是 他只是进到 在监狱的灵 就是这些 在挪亚造方舟的时代的时候 那些不信的人 耶稣进到在监狱的灵 停时让他们宣告 耶稣基督 我已经从死里复活 不是给 这些不信的人 在生前没有做过选择的人 不接受耶稣基督的人 在死以后 让他还有第二次的 得救的机会 所以 我想 最后一个 如果耶稣基督没有复活 那么为什么 在使徒行传 第十二章的时候 耶稣基督的门徒 雅各 他为主寻导 那么为什么 使徒彼得 他会为着耶稣基督 传讲耶稣基督的 从死里复活 而被下在监狱 甚至于 耶稣基督曾经预言在约翰福音 第二十一章 预言到说 彼得 你年轻的时候 你可以来去自由的传道 但是当你联老的时候 你要把你的手伸出来 人要把你带到 你所不愿意去的地方 这个是耶稣基督 是指着 彼得将来是 老年的时候要怎么样死 照着历史上 宗教历史上的记载 彼得是在罗马帝国 这个尼罗王的时候 为主耶稣寻导 当人要把他定式在 世事架上的时候 彼得曾经公开的说 我不如 我的救主耶稣基督 我不像 我的救主耶稣基督 可以为世人的罪 定式在世事架 如果你们要定是我 你们把我 当定在世事架 各位亲友姐妹 如果耶稣基督 没有从死里复活 这些跟随 耶稣基督的门徒 或者耶稣基督 在世事架上 并没有死 或者是耶稣基督 他的身体 被他的门徒 所偷走了 就像马太福音 所记载的说 这些祭司 告诉这些罗马的病定 你们就告诉众人说 坟墓是空的 因为当我们在睡觉的时候 他的门徒来 把耶稣基督的身体 偷走了 我们不知道在哪里 如果耶稣基督 没有复活 如果耶稣基督的身体 是耶稣的门徒 偷走的话 那么使徒彼得 雅各 老约翰 所写的 约翰福音 还有他年纪大的时候 所写的启示录 还有约翰一书 二书三书 这些当时 罗马帝国的 军丁 军丁说他们是 无学位的小民 但是他们为何 愿意为一个谎言 来牺牲他们自己的生命 如果耶稣基督 没有复活 各位弟兄姐妹 请听一下 耶稣跟彼得这么说 他年纪大的时候 他将来是要怎么样 来面对死亡 我们一起来看 新约圣经 就是约翰福音 第21章 约翰福音 最后一章 约翰福音 第21章 约翰福音 第21章 耶稣曾经三次来问彼得 说你爱我吗 然后彼得三次回答 耶稣说 主啊 你知道 我爱你 然后耶稣三次对他说 你喂养我的小养 你牧养我的养 你喂养我的养 当彼得三次不认主的时候 耶稣从死里复活的时候 在提比利亚海边的时候 耶稣三次问彼得说 彼得 你爱我吗 你爱我 比这些鱼更深吗 你爱我 比其他的门徒更深吗 你爱我 比世界上其他的东西更深吗 那使徒彼得三次的回答说 主啊 是的 我爱你 然后耶稣在第十八节 耶稣继续对彼得说 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 你年少的时候 你自己树上带子 你随意往来 但你年老的时候 你要伸出手来 别人要把你树上 带你到不愿意去的地方 耶稣说这话 就是指着彼得怎样死 怎样荣耀神的 说了这话 就对彼得说 你跟从我吧 二十节 彼得转过来 看见耶稣所爱的那个门徒 跟着 那就是使徒约翰 就是在吃晚饭的时候 靠着耶稣胸膛 说主啊 那个卖你的人是谁的 那个门徒 那就是约翰福音 使徒约翰 他所说的 那个爱主的那个门徒 彼得看见他 彼得看见使徒约翰 就问耶稣说 主啊 这个人将来如何呢 耶稣对彼得说 我若要他等到我来的时候 与你何干 你跟从我吧 于是这话传在弟兄中间 说那个门徒 使徒约翰不死 其实耶稣不是说他不死 乃是说 我若要他等到我来的时候 与你何干 各位弟兄姐妹 可见我们今天侍奉神的时候 神给每一个跟随他的人 每一位相信他的人有不同的恩赐 每一位上帝所拣选的人 上帝都有给他们不同的属于的恩赐 彼得 彼得他可以做带头 他可以做事情很快 他可以很快来处理一件事情 使徒约翰 他可以教导上帝的话 他可以慢慢的 循规蹈矩地 把上帝的话说得清楚 多玛 是一个怀疑耶稣从死里复活的人 当耶稣向他显现的时候 多玛 曾经对主说 除非我看见你手上的钉痕 我摸到你手上的肋膀 我才相信你从死里复活 当复活节以后的下一个礼拜 耶稣第二次 从死里复活的时候 第二次来见他们门徒的时候 耶稣亲自对多玛说 伸出你的手来 伸出你的手来 摸我手上的钉痕 伸出你的手来 叹我为你受伤的热霸 然后彼得说 主啊我主 我信 主啊我信 各位弟兄姐妹 每一位跟随耶稣基督的门徒 神给他们不同恩赐的时候 所以耶稣对使徒彼得讲 彼得 至于这一位约翰 他年纪老的时候 他将来所要去的地方 跟你没有关系 所以我们侍奉神的时候 我们不要彼此的来比较 我们敬王的本分 专心传讲上帝的华人 年老的时候 跟年轻的时候 如何来服事主 都有不同的恩赐 但是今天我们在上帝的家里 来服事神的时候 我们要学习彼此的尊重 我们要欣赏对方 上帝所给他的恩赐 各位弟兄姐妹 我希望这个礼拜 我们看约翰 看哥林多前书四五章的时候 我们知道耶稣基督 为什么要从死里复活 如果耶稣基督没有复活 我们仍然活在罪中 如果耶稣基督没有复活 那我们人活在世界上是一个悲哀 我们只不过是吃啊喝啊 因为明天就要死了 如果耶稣基督没有复活 我们所传的是枉然 你们所信的也是枉然 如果耶稣基督没有复活 我们仍然活在最终 我们人生没有永恒的堂皇 我们不知道人将来要去哪里 如果耶稣基督没有复活 我们只不过是为主妄作见证 如果耶稣基督没有复活 我们人的历史没有办法记载 耶稣降生以前 叫做B.C. Before Christ 就是主前 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上 以后叫做A.D. 叫做主后 如果耶稣基督没有复活 那么为什么还要为死人受刑呢 我们只要凭着信心 接受耶稣悔改 我们甚至于让圣灵 居住在我们心中的时候 那我们就非常的清楚 将来有一天 我们要与主耶稣面对面 亲自的见面 如果耶稣基督没有复活 那这一群无学问的小民 他们怎么愿意奉献他们的一生 甚至于付上死亡的代价 跟随主来为主寻导 各位弟兄姐妹 我们一起来祷告 我们在天上的父 还是感谢你 我们今天可以在你的面前 透过圣灵 来教导我们怎么样敬拜你 让我们今天的教会 每一位弟兄姐妹 在这个疫情 在这个瘟疫的害怕之下 只有耶稣基督你是我们的避难者 只有耶稣基督你作为我们的力量 只有耶稣基督 我们可以把我们的生命 把我们的身体 把我们的一生 我们安稳的在耶稣基督的翅膀底下 全能的上帝 愿你伸出你的手 来抚摸我们的心灵 让你权柄 让你的能力来抑制我们的身体 无论是弟兄姐妹 有受到这个瘟疫所伤害 所清洗的 主啊 你可以进入到我们每一个人的身体 每一个人的生命 你医治我们 你改变我们 你让我们活在世上 作为你一个工具 来传讲你的话 奉耶稣基督的名求 阿们 感谢主 我们下个礼拜再见 阿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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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